由世新大学图传系举办的宁视摄影展 以镜物摄影中广泛运用的元素水为主轴 透过宁视观察再运用灯光摄影等技术 呈现出令人惊艳的视觉效果 也为镜物赋予生命与故事 就是这张照片会想要这样拍 是因为这个香水呢 它就是有一点 它的味道是有一点浓厚 然后让人闻了之后 会让人觉得有一点温暖的感觉 所以我才用橘色来去代表这瓶香水 那它里面内容物其实也是橘色的 那上面这个想要这样表达 是因为它有取自天然的成分 所以我才这样子从叶子 然后滴了一滴精华溢下来 然后就代表它萃取天然精华的一个氛围 然后去表达这张照片 然后这张照片当初拍比较久的地方 就是因为为了要拍下面这个涟漪 所以要把这个瓶子倒过来 然后放进水缸里面拍 然后这个过程就是因为香水是有重量的 所以它可能在拍摄的过程就会不小心一直滑落或掉下去 然后后来有不然就是涟漪它没有在我想要的位置 所以就这部分重复操作很多次 我这幅作品的主题名称叫做《沉溪草路》 然后它是一瓶玫瑰香水 我想利用这个影子来呈现出一个香水散发出来的芬芳的感觉 然后这个影子其实就是这个瓶子本身的倒影 因为这个前面这里它其实是黑色的 对然后反射到后面它其实会有黑黑的影子 造成它的主题标签不清楚 所以在拍的时候花了很多时间瞧它的角度 大概拍了两个小时 刚开始会想要用这两个杯子就是 它有一些高度跟高矮放手的不同 所以就会有一些小小的对比 然后我就想要呈现一个在昏暗的空间里 会有点像是可能是一个bar或是一个酒吧的感觉 然后它是一个非常舒服跟浪漫的一个空间 然后背景就是用描图子的方式打在墙壁上 所以它就会有一种 有一种有点像是云 但是也有点不确定性的形状 然后这两边的沟边就是让它有不同的蓝色跟粉红色 成为一个很大的对比的颜色 就是不会让整张蓝色会这么的生硬 就变得有一种小小的跳脱 就是粉红色比较轻快的感觉 最初想到这个构思是因为 鸡蛋在孵出小鸡之前 它需要灯泡的保温才可以孵出小鸡 那我觉得这两样东西就有点共同命运的感觉 鸡泡碎了也代表蛋破了这样子 那当初拍摄的时候 其实满困难 因为这个蛋壳很薄 我是先把蛋液取出来之后 再用下面这个纹路部分 是用美工刀做的 把它割出来的 然后再把蛋液倒进去 蛋液流出来的瞬间把它造下来这样子 展出的80件作品中 有超过30件作品 获得美国IPA、法国PX3等五大国际摄影奖奖牌 能够有这样的优异表现 除了两年前 学校成立了数位摄影 即输出中心 提升硬体设备 同时也调整课程 以影像与设计为主 融入更多创意 我们这一次的展览的作品里面 包含了我们去参加五个大比赛 比如说美国的IPA 法国的PX3 布达佩斯BIFA 莫斯科的NMIFA 还有东京的TIFA 这五个比赛 我们哈布隆东 我们系里面 大概囊括了 大概有50面的奖牌 这是天时地利人和所产生出来的效应 天时就是刚好我们数位摄影集输出中心成立了 那人和就是我们的学校 还有我们系里面的主任 系里面的老师支持 再加上人和 那我们的同学愿意 那我们系里面的主任 系里面的老师愿意这样子去配合 那所以天时地利人和的状况之下 产生了这样的效应 就是之前两年前 甚至一年前 我们是没有得到奖牌的 但是突然间 训练了两年之后 然后绩效就产生了 第一个是我们 从去年开始 大幅度的调整我们整个系的课程 所以我们的定位非常清楚 我们是以影像跟设计为处 那基于传统上那些印刷相关的东西 我们就当作是辅助我们做后端输出的那些项目 因为把课程集中之后 我们的摄影课很立竿见影的 以前要抢修那些专业的摄影课 我们现在是必修课了 然后我们安排一个制度是说 这些学生可以来管理这个摄影棚 这些管理者本身来讲 是对这个摄影棚很有兴趣的同学 他们藉由管理对器材非常熟悉 所以藉由管理 他们有充足时间 在上课的时间之外 他们可以练习 所以用这样子 加上老师也义务加入帮忙 来指导他们 所以他们在以前得到的训练量 可能是我们之前 前两年的 可能他们使用的次数跟量 都十倍以上了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他自然就会开始产生开发结果 然后这个比赛 其实重点不在于说他要去得奖 而是说他 愿意把他现在做的事情 拿出去跟其他人交流 学校运用七大研究中心的优势 让学生从基础平面摄影 朝向培养叙事能力 与视觉传达能力 将理论与实物结合 让产学无缝接轨 现在的比赛都是以单张作品的作品为主 那我的希望是说 在像这种摄影设计这东西 它最终来讲 是跟一个企划跟行销是相关的 所以作品的方面 要求方面像摄影作品 我以后会比较强调 更强调 他们这些人 刚好也年级在往上升的时候 我们强调说 产生一个作品级的这种能力 就说他可以规划跟企划 一个一组完整的作品级 也就是用影像来讲故事 我们现在用单张单张的话 这好漂亮 很好 但是如果我现在考虑到 我今天的影像 是要做叙述的事情的话 那作品就不再是单张单张 而是这一组作品 因为很少是用单张影像来叙述 像一个广告 我们是下一个系列 特别是商业广告 那在这个情况之下 我要怎样透过这些影像 慢慢地叙述 讲一个故事出来 那在整个学校里面 事实上 发现这整个学校的 我们的发展里面是 把媒体整个全部是融合的 所以我们学校有全媒体中心吗 那我们现在刚成立一个叙事中心 那就是说 其实不管今天用的是什么媒体 最终最终还是在讲故事 在叙述 那所以我们把摄影 我不把它看成是一个摄影 我把它看成是视觉传达 那摄影是静态的 但是慢慢地说 我们可能在发展里面 我们也希望同学同时具有 跳脱静态的表现方式 这几年在四星大学里面 我们成立了七个中心 那其中有一个中心呢 就是数位摄影 与输出中心 这个中心的成立呢 主要还是针对我们的 学校的图文传播系 因为这个系呢 就是我们摄影出版 还有设计之类的 那过去图文传播系的摄影 本来就很强 一直都没有发挥它的这个长处 那刚好这个中心成立两年 这两年看起来 几位老师的投入 特别是我们系主任的 带动之下 让这一个整个系 开始对摄影这一块 有了非常好的发展 这一次的作品大概都 看起来就以商业摄影为主了 其实摄影的种类很多 但是商业摄影这一块 对于学生来讲 未来的工作出路 尤其跟产业的结合 肯定是能够很快的 能够接轨 所以一个影展 虽然是学生的作品的一个产出而已 但是它代表的是 我们学校这个投资 这些场地设备 器材空间课程的改变 加上我们的老师的投入 让我们的老师跟学生一起来展 那这个我看起来就很感动 我一直在强调一件事情 就是说 世音大学是一个理论跟实物并重 所以因此呢 我们要理论之外 怎么让我们这个理论 化成这种可以做出来的产品 那这个部分呢 也是我们像这两个中心 一个数位这个摄影跟这个输出中心 那另外一个呢 是数位续制中心 这两个中心 确实是我们可以 未来可以更发挥 这个更多的一些空间的地方 世心图传系 借由定期举办展览 目击学生优秀作品 不仅提供学生展现作品的舞台 也让更多人看见世心学子 优异的学习成果 记者领席会台北报导